MING PAO TORONTO 你好… 這次是我們AV組合 第一次出來單說一部車 大家不用等了 今集不會有Gin和Laurence出現 因為我們今天說這部車 主要是年輕人的市場 當然是沒有他們的份 當然 還有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單說車 如果我們有甚麼說的話 多多飽渴 是 好 先進回正題 你知道這部車是甚麼車嗎 當然知道 Honda Jax Crostar 對呀 第二代 第四代 沒錯 她又是女兒 當然 她有做功課 今代的Jax已經到了第四代 香港分了三個不同的版本 普通版 CROSTAR版和Hybrid版 其實在日本原來有五個不同的版本 Home Basic CROSTAR之餘此類 而這五個不同的版本 在性能上是一樣的 只是設備上和外觀上又不一樣 用來設置不同用家的需要 那究竟CROSTAR是甚麼版本 它比普通版闊了一點 長了一點 又高了30mm 廠方見近年來SUV這麼受歡迎 就將Jax變種 打造一部全新的CROSTAR 還加了頂架 適合我們年輕人 本來的Jax同級對手 就是日產的Nooks 和萬事得意 但現在它又升高了30mm 有點像SUV 但又不可以當它是SUV 可能廠方刻意令它沒有對手 沒有比較 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至於外觀 當然是由我來介紹 我自己挺喜歡的 今代改頭戶面 全部不同了 我覺得如果拆開了Jax的牌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認得它是Jax 你喜歡這輛車 對 然後沒有了粉絲 你知不知道藍網民藍車主 這個設計很不妙 我覺得很可愛 你看看頭燈多大盞 加上它這個獨有的鬼面罩 我覺得很可愛 配上這隻藍色 像狗仔一樣 像八哥一樣 這個鬼面罩 我覺得比普通版更漂亮 普通版外有些道及的感覺 這個看上的順暗很多 Avery 你說到你這麼喜歡這輛車 你知道Macon和普通版有甚麼不一樣嗎 當然知道 它多了在這個防掛的黑邊 沒錯 這輛車的CrossStar頭尾泵板 都用了防撞的設計 車側輪拱和側裙當的防撞膠邊 你知道這輛車有甚麼特別嗎 用了16吋輪 以及CrossStar版才會有的輛車 還有這個頂架 沒錯 是CrossStar版才會有這個頂架 這陣子流行露營 除了放單車滑浪板 還可以整個攝影機放上去 放上去 放上去 受冬露營 多棒 棒 說到車尾的設計 它的防撞尾泵板設計得這麼粗 令你錯覺 整輛車好像升高了很多 更加有SUV的感覺 尾燈方面 這輛上代的尾燈是用了 一個頂長垂直伸延至玻璃的設計 而今代的肥扁 腫 但也不是不好的 配上車頭 看起來比較善良 Jazz的出名實用性強 我平時喜歡滑水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今天帶來我的滑水班 來測試一下究竟有多強 好 打開尾聲看看 好 今代Jazz的尾門設計闊了 放東西方便了 容量未拍椅已經超過500列 不過你的滑水板這麼長 能不能放進去嗎 可以的 因為它有三個模式 ULT模式 我們可以迎合我們的需要 那這樣拍椅子吧 至於第二個模式 叫增高模式 好像氣軟的椅子一樣 拍上去 拍上去 打開滑水板進去看看 好 我這塊滑水是51吋 這個空間這麼大 很適合 還可以擺放我兩隻金毛狗 對呀 你以後不用打開尾聲 對呀 太棒了 太棒了 至於最後一個模式 就是長型模式 就是前面的椅背 完全靠下 用完整輛車的車場 其實如果再長一點 滑浪板也對 或者滑雪的Ski也可以 不過最重要的是甚麼 可以睡覺 喊得不低 太棒了 後座專員來了 它三門的質感很好 對呀 不像日本車 真的有點重 它不算太重 但沒有日本小姐 輕飄飄的感覺 嗯 還有我發現 它這個位置沒有平自己的車 對呀 平的這個位置 坐中間也舒服 中間也舒服 不過沒有手袋位 沒有手袋位 對呀 但我挺欣賞它側面有鋼琴 黑色的鏡子 就是臉蛋 嗯 還有呀 你知道這個位置嗎 做甚麼 是放電話的 超音障 電話呢 沒有電話 讓你試試 好 雖然我們小顆而已 但其實這輛車真的很闊 對呀 夠位都很充足 三個都沒問題 可以伸直直腳 不過要批評的地方是 雜誌袋只有單邊 沒有冷氣出風口 以及沒有差點位 不過小車來說 算是這樣的 夠了 上來司機位了 讓我來介紹一下有甚麼設備 今代改變了儀錶板 之前是用圓形的 我覺得簡約了 年輕化了 有未來感 對呀 還有這個9吋輕觸式屏幕 以往有很多按鈕 現在少了按鈕 還有這個可以調校大小聲 不用每次觸碰 還有C機位 我覺得軚環是值得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真皮的軚環 還有它是雙式設計的 你看看小車 塵上椅子和內櫥的設計 對呀 簡易不簡單 說到設計 很明顯設計師是花心思 設計這個內部 你看到它不是用上昂貴的物料 但看上去整個中控內櫥 是有看頭的 令我很喜歡的是它的儲物設計 你看看一個兩個 三個儲物架 超多 可以帶三個手袋出門 對呀 還有水樽位 對呀 杯架 只是前面也有兩個 在你的45度角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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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架 嘩 很厚渴 結束了 好 說到配備了 它也會有Apple CarPlay USB 插頭 兩個 還有它會有 Auto Hold功能 還有Keyless 不過沒有天窗 對呀 差一點 20萬才這樣 不過這部車是暴龍的 不怕 它防水就可以了 適合我 我放一塊滑水板都可以 一圓一圓桶進去 對呀 而且它的座墊也增厚了 舒服 舒服 作為一個新手 我覺得有這個配備和這個價錢 20萬而已 我覺得很滿意 對我來說 以一個女生的角度 都很欣賞車內的設計 配搭顏色 簡約不簡單 很有無印良品的感覺 適合年輕人 對 迫力嗎 對 我覺得這個擋風玻璃很棒 很闊 很開陽 你覺得點很開陽 駕起來有沒有什麼感覺 的確A柱的設計 有了一半 駕起來 出路口時 我們平時常常駕錢地看有沒有車來 這個是完全不需要 這個A柱的設計 令到別人有點像客貨車 有一點 雖然它沒有那麼高身 但那種開陽空間感夠大 夠寬 夠寬 是有 即是令你坐在一輛 小型客貨車的車頭 今代確實高了3cm 它很想擺放SUV 但坐上去又沒有SUV的感覺 又變回一輛小車 是的 這輛車走的機器 是1.5NA直四VTEC 跟上代一樣 都是前驅和下CVD波箱 馬力達到121匹 扭力達到145牛噸米 今代車架 據廠方數字 剛性是提升了13% 13% 其實感覺上是甚麼呢 你又不會感覺到明顯的分別 但絕對是夠撐這輛車 感覺到是紮實的車 隔音做得好了 腦燥減少了 但CVD的弱點 就是它吵這件事 在你走普通的模式 你不太察覺到 但當你入了S模式 它唱高轉 CVD的噪音就明顯出來了 你覺得坐下去是否舒服 避震如何 舒服的 我會覺得不算太浪 雖然它的車身高了一點 但身體不算太強 它的避震也像日本 屬於溫柔型 即是吃得住露面的椅子 至於軚感方面 它是屬於輕的 適合女生駕 但它又未至於輕飄飄到 好像同一輛車有虛位 輕得來是好的方面 我覺得很適合女生或新手 適合我 適合你 對 還有那些防撞泵巴 真是阿金 哈哈哈哈 比你還差 我覺得是異體位 因為始終這輛車都很小 如果對於新手或女士們 駕駛也很適合 因為始終它的車頭比較短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適合我 大家同不同意嗎 哈哈 你同不同意嗎 我同意適合你 20萬買吧 20萬想怎樣啊 不是陳小姐 當然叫陳小姐買吧 叫爸爸買 爸爸又學不想努力了 哈哈 其實說了這麼久 我們經常說20萬 樓下你想怎樣 真的多少錢啊 20萬找200元 找200元 199800元 對啦 Crossstar版本就是這個價錢 普通版本便便宜了一萬元 而Hybrid版本便便宜了 Crossstar三萬元 雖然很多人都批評這輛車的外觀 以前Jazz這麼有型 為何在今代搞甚麼 我個人覺得除了適合女生 其實因為我們用了一個Jazz的框框 上代的標準去定型 再去比較 就會覺得它這麼奇怪 為何完全沒有跑的感覺 但其實可愛的車 因為我駕駛的外觀可愛的車 也有它的市場 那還有內涵呢 對啦 它還有內涵 如果你拋開以前Jazz的模樣去看它 其實它是一輛內外 對女生來說都很內外艱美的車 我們全體駕駛的女同事 都一致通過這輛車 PASS